鄭文燦他是海基會董事長 在他被偵訊的那一刻 他還是海基會董事長 只是他被檢察官要求 說是要這個 就是要求他這個要羈押禁見 然後法院說不用羈押禁見 500萬 交保後傳 那一刻開始 這個整個社會才感覺到 這事態嚴重了 因為不管是不是收押禁見 你只要是交保後傳500萬以上 那都是很大的事情 那後來搞到1200萬 那院檢雙方的這些公開的宣誓 不管是行諸於文字或口頭 都傾向認為鄭文燦涉嫌重大 在這種情況底下你想想看 海基會董事長 這個在整個政府體系裡面 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位置 曾經說是要到這個行政院長 層級的人才會去當的 我自己擔任過海基會副董事長 以及秘書長當然三年 我非常瞭解海基會的狀況 那海基會尤其是董事長這個位置 是象徵性意味非常重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它是政府的白手套 在國內外這個眼中看起來 海基會董事長就是台灣對中的一個最高談判代表 那最高談判代表出的事情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何況他曾經當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也都是富格魁嘛 那所以這個事情我就想去了解社會的反應是怎麼樣 那其實可以從很多角度切入 但是我只從兩個角度切入 一個就是說 我比較好奇就是說 全國民眾對於鄭文燦 涉入這樣的一個貪腐的案件 涉嫌啊 我們他現在還沒有被判罪 就是說涉嫌 那會不會感到意外 結果是 不意外的比意外的還多 幾個百分點 我看到這個讓我更加的意外 就是說怎麼那麼多人覺得不意外 因為這個含義上面講說 不意外就是說 他 反正他就是說好像遲早會發生事情 所以不意外 他發生了這個事情也不意外 那意外的反而 也不少啦 但是相對來講就比較少 事成嘛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這個訊息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訊息 那就是表示說可能 平常接談相遇啊 或者是在 江湖傳聞 就傳聞就很多了 這一次發生了這個事情 那就不意外的比較多 不過 當然這裡面有隱含著一些 就是說有一些政治的這些 比如說民進黨的政治對手 當然可能會傾向說不意外啦 本來就這樣子啦 或是某種政治立場不一樣的 會有這樣的一個因素 但是無論如何就一個總的來講 總的數字來講 當不意外的比意外的還多 尤其是中信選民 這個不支持任何一個政黨的人 裡面大多數的人都說他不意外 那我覺得這是個問題 這是一個現象啊 也是個問題 那另外就講到說這個800萬人 將近800萬人 對 我感覺到這個是嚴重的降低 對民進黨政府的信任感 我特別是用嚴重降低去測試去問啊 因為如果我如果只問說你是我會降低你對民進黨政府的信任感 那肯定更多 哦你還加重 更多 嚴重 因為我我非常清楚這個這個事情發生一定是會降低 對民進黨政府包括民進黨的這種信任感 但是如果是嚴重降低 那到底有多少人是會被就是覺得會嚴重降低 對因為現在嚴重非同小可 那就非同小可 所以39%是真的是比例真的是很高啊 也就是說這個 我形容說這像一個核彈一樣啊 炸開之後有那麼多人感受到這個 我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這個事情發生你想想看 當朝這個其實 其實鄭文燦是一個指標性的政治人物 在蔡英文時代就是一個最有指標性的一個政治人物 雖然他只是一個桃園市長 還不是中央的大員 對 但是蔡英文總統所到之處都重要的場合都有鄭文燦 然後在他面前也不另於去這個誇獎他的賞識 他說他是胖周瑜 所謂周瑜是這個竹字多謀啦 那風流替堂的人啊 那這個前景看好的人 那胖周瑜就是跟孔明一樣的地位的人了嘛 所以非常受到蔡總統的這個寵信啊 那所以有一段時間其實社會上都都感覺到說 鄭文燦是傳聞中可能是未來這個接班的不二人選 然後事實上一直到他這個邪輪案發生之後 或之前那個前後他還是一個被普遍看好 覺得有可能去接任民進黨黨主席 就是在2022年的地方選舉重挫之後 蔡英文下台 然後誰要去接黨主席 鄭文燦也是熱門人選 甚至挑戰大位 對他挑戰大位 也都是傳聞很盛 甚至於接行政院院長也是選項 所以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發生的事情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這件事情客觀上 會不會對民進黨及民進黨政府 帶來更大的衝擊 我覺得是會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司法案件才剛開始 對 才是起頭 這個什麼時候檢察官要起訴 然後這個偵訊的過程裡面 檢察官會怎麼樣去出招啊怎麼樣 這整個過程 三審定院是要花很多年時間 這三四年跑不掉 那如果是三四年 那就民進黨就被晾在那裡 這個三四年每次這個案子一出來審 就再度提醒說民進黨有高官 換下了這些案件等等 你說對民進黨衝擊大不大 為什麼鄭文燦涉灘對中南部的選民來說 衝擊大於北部 而不是桃園耶對不對 如果這個到底是有什麼原因嗎 當然距離也是一個因素啦 這個離開這個大臺北或者是北臺灣的這種生活圈之外 南臺灣可能是另外一個世界 他們想像的政治的世界可能是比較美好啦 沒那麼醜陋啊 那這種事情發生當然就是很意外啦 所以南部人也比較意外 當然南部人這也是多重因素啦 南部人你知道這是民進黨大本營嘛 民進黨支持者多半是覺得很意外 不敢相信啦 所以炸到中南部 就覺得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 好